小灯塔 哈喽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小灯塔学堂 我是故事大王皮皮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宋江大破连环马的故事 上回说道 梁山好汉赶到高堂州 就出了小旋风柴静后 就一起风风火火的上了梁山 而另一边 高连的堂兄弟 也就是大奸臣高囚 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火冒三丈 他立马跑去找皇上 说着梁山上的人 聚众闹事 专门和官府作对 必须要趁早收拾掉才行 昏庸无能的皇帝 听信了高囚的话 连忙派出双边忽炎卓 领兵攻打梁山 还赐给了他一体 浑身黑亮的乌锥宝马 呼炎卓接纸后 立刻召集百圣将 韩涛 以及天幕将 彭奇 三路兵马 浩浩到那 往梁山沙去 这边 宋江忙领着 秦明 林冲等 十几名头领 带上兵马 勤去应战 第二天 梁山好汉们 在山下的一处平原 等到了 呼炎卓 一行人的大军 这时 大将韩涛 威风凛凛地说道 大胆山贼 不早早投降 竟然还敢出兵反抗 看我们今天 不把你梁山给踏平了 说完 韩涛等人就拍马 冲了过来 秦明 林冲等人 也毫不示弱地 迎了上去 不一会儿 仪仗卿 护三娘 用他的套锁 将鹏起 活捉了回来 宋江眼看 已经抓住了一员大将 心里十分开心 正当他以为 就要顺利拿下这场招式 事情却来了个大转变 嘴听呼炎卓 一声令下 他身后 居然冲出了一大批骑兵 马上的骑士 都带着弓箭 一边前进 一边射箭 梁山的兵马 根本就接近不了他们 再看他们骑的马呀 全身上下 都用盔甲遮得 严严实实的 只露出两只眼睛 四只蹄子 可以说是刀枪不入 只见着三千匹马 每三十匹 就用锁链 牢牢地连在一起 组成一百排 这个呀 就叫做连环马 当一整排连环马 骑步跑来时 真是气势磅礴 无法阻挡 宋江一看 傻了眼 光芒让军队 退回了梁山 顾炎卓 大户全胜后 十分开心 但转念一想 这梁山四面环水 没有路 可以让兵马 攻过去 要是能在岸边 用火炮打不去 就能够把山寨 给击碎了 于是啊 他让擅长制造火炮的轰天雷 灵震前来帮忙 潮盖等人呢 打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安排阮小二等熟食水性的好汉 跑过去将灵震引到船上 在悄悄地潜入水下 将他一把拉下水 活捉回梁山 解决掉火炮这个麻烦后 宋江等人啊 都松了一口气 可是 现在还有连环马 这个大难题呢 正当大家都在苦恼的时候 金钱豹子汤龙 突然想到 自己的亲戚金枪手徐宁 会是一样独门武器 那就是勾连枪 只有用这勾连枪 才能破解连环马 哦 原来啊 这连环马 一环接着一环 表面看上去肩不可摧 但实际上 只要有一匹马出现了问题 就会牵连到这支队伍 导致全军覆没 但是啊 徐宁现在一家生活平淡安宁 怎么可能愿意帮助梁山好汉 对付朝廷呢 哎 不过呀 听说徐宁家中 有一个绝世的宝贝盔甲 他呀 十分爱惜 如果把这个宝贝偷走 徐宁肯定会追上来 于是 偷盗技术一流的十千出马 顺利把这个宝贝偷到手 果然不久后 徐宁就被引到了梁山上 发现自己上当了 徐宁十分生气 宋江等人忙向他陪礼解释 并且把他的家人都接上了梁山 徐宁被他们的诚心感动 答应留下来帮忙 几天内 徐宁让人打造了几百干勾连枪 用亲自教匠师的使用 一切都准备妥当后 众人又开始讨论起战术来 这时啊 宋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只有靠近连环马 才有办法使出这勾连枪 不如我们埋伏起来 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天 大战来临 宋江先派一队人马 拿着勾连枪 埋伏在芦苇滩里 接着 又派出另一队人马 去引忽炎卓的大军 而忽炎卓 自从没了灵阵的火炮助力 此时啊 正束手无策呢 看到梁山的人马出现 二话不说 他就领着连环马大军 追了过去 等到忽炎卓 气喘吁吁地追到鲁尾滩时 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他正觉得蹊跷 突然 鲁尾丛领 骑刷刷地 伸出几杆亮晨晨的勾连枪来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这些勾连枪 往马腿一伸 将最旁边的马蹄 牢牢勾住 再用力一拉 只听扑通几声 两边的马 都摔倒在地上 由于马儿之间 都有绳索连在一起 中间的马 也纷纷倒地 漫山遍野 都是趴在地上 咆哮挣扎的马 敌军一片混乱 这时 宋江又带着人马 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 最终将大将 韩涛活捉 而霍炎卓 则冲出包围 逃跑了 梁山大获全胜 不仅缴获了不少的 马匹和武器 还将鹏启 林镇 韩涛等大将 收入麾下 众人开开心心地 喝起庆功酒来 好了 宋江大破连环马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接下来就是 啤啤小讲堂的时间哦 今天的故事里 多亏了十千 顺利偷到徐宁的宝贝 将徐宁引上梁山 才能大破敌军的战术 十千啊 是个偷盗的高手 关于他呢 有一个有趣的先后语 那就是 十千照镜子 贼头贼脑 哎 说谁贼头贼脑呢 没我 这仗可就打不赢了 不过偷东西是不对的 我这就跟徐宁道歉去 那么后来 忽炎卓逃去哪里了呢 我们下集啊 在今日讲哦 拜拜 我们下集 już 着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